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功练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南模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作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党 各位大头我们请 看这个我们任杰阿巴多保金的灾药 再看灾药也就是在 经文的最后那一段 也就是大会若不笔 真是种种不实 诸希望灭 在这个地方 那在我们经文里面 在北京 整部经的经文里面 是在29月的第一行 我们请看灾药的底下这一段经文 第一页底下这一段经文 大会若不笔 真是种种不实 诸希望灭 则一切根是滅 市民向滅 大会相续滅者 相续所因滅 则相续滅 所从滅及所言滅 则相续滅 大会所以则和 是其所一故 一则为无时妄想熏 原则为自心见等似近妄想 我们本经其实它是讲到性相言容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性中也好 在相中也好 都是在某一个 以性中都讲空 那以相中的种子为是来讲 都是万法为是 所以说这个部分 每一个人心情一根气的不同 一过去数过去的因缘 有人听到这个信中的听起来很欢喜 有人听到法相中的 他觉得很受用 其实到最后 没有真正到言容的时候 那都会有产生一种疑惑 甚至于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这个知见 其实我们本经来讲 讲的是最圆满 它是性相言容的 这个本也是我们当母祖师传给我们 慧口大师也传给我们 这本禅宗的硬性的金本 包括其他的这个宗派都以这本金本来作为依规 所以说我们没有前面的因为这个比较深 这部分比较深 如果说没有前面的这一种基础 八字归取宋的基础 乃至我们讲到十项基础 我们很难对这个经文能够了解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 也就是奔别诸事灭不灭意 这次就讲到我们的第八字 这一讲前面讲到了 我们的四有你看八字 阿拉耶诗、莫纳是 第七字、莫纳是第六字 还有前五字 还有前五字 那前面讲到了这个 诸事有两种生柱灭 也就是真柱一灭 这是非施良所知 为正乃知 也就是我们第六字 言不到我们的真如体 所以诸事有两种生 也就是留住生跟向生 留住生是比较细的 比较深 比较细 留住生 那也就是由于我们的无名业力 所以推动的 像我们比较像水底下暗流 我们看不到 我们这一念心 你看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静坐的时候 哇 平常我们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妄想 那么多 一静坐静下来 妄想噴噴 经过了一段时间 几个月、几年 一、两年之后 慢慢心静下来的 但是还是会有维细的这个念头在 那个就是属于还有更维细的 那更维细的我们称为这个留住生 像生是比较粗的 所以这个前面讲的留住生与相生有两种性 一个是留住住与相住 有两种灭 也就是留住灭跟相灭 这我们都说明过了 还有说明到了大会问了说 朱氏 国高大会说朱氏有三种相 一个是转相 一个是夜相 一个是真相 这三种相 真相其实就是我们真逐之相 一切法的 一切法之实相 道圣启论讲 一切法从本以来 是灵言说相 灵明智相 离心言相 毕竟平等无有便宜 不可破坏 唯是一心 顾名真如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真相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真如体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会列说有三种事 广说有八项 何等为三 就是真事现事跟 分别事事 那 佛又以这个明晋来作比喻 譬如明晋持诸色相 现事处现亦不如是 所以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 当下其实是性尽限量 当下狗看了你不攀岩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那就是我们真心急躁 我们不要一看 哦 这个是杯茶杯 那已经落入了性意识了 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它不落名相的 它有看看了 清清楚楚明白 这一下我们只能用这个镜子来作比喻 镜子在外面的现象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哪怕照到污秽的东西 黄金它都一样 它不会说照到黄金 诶 动心了 这我很喜欢这个字 很价值高贵的东西 一个字在那边 这污秽的东西 那是我们六字的分别 跟七字的那个执作 分别执作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其实就是限量境界 但是它是急躁的 是限量境界 但是我们众生 无时以来的有身见 有相对能所生灭心 所以我们所看的都是 在生灭现象里面 我们把它当作是真的 差别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生灭现象 都是我们这念心所焕现出来的 因为我们有月事 我们所看的跟菩萨 所看的不同的地方 其实是刚开始是一样的 是后面的分别执着 差别在这个地方 那是我们的夜市 我们的习气 所以说限世处于义不如是 那会限世跟分别世事 只傲坏不坏 相转转生 就是我们讲七世八世 我们讲说 种子起限情 限情群种子 这样子转转 产生的现象 我们常讲 一念无名 生三戏 第一个就是 一念无名 生三戏 第一个是无名夜象 无名夜象 这把我们 其实 再来就是 什么 有能见相 所见相 无名夜象 就把我们 真如变成了阿赖爷 他本来是 所见相 无名夜象 就把我们真如变成了阿赖爷 他本来是见相 所以他本来是平静的 如同平静的湖面的水 他有现空中的导演 他本来是 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信德 他本来就是不然万静的 他本来是清静极面相的 像静子一样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讲的 因为这一念无名 把真如变成了阿赖爷了 这一念无名 生三戏 这部分是非常戏的 也就是 有了一项 也就是能见相 所见相 三戏 就这样出来的 所以说这三戏像里面 还 不至于这个 轮回生死的 这属于 我们讲的 这是属于阿赖爷 阿罗汉的境界 那在不守这个 自信呢 那 又在境界里面 就是长了六出向 我们讲六出向 就是志向 志向就是我们八四 所献出的境界 不知道八四 所献出的这个幻象 所以 他是亲近一向的 是我们心中显现出来的幻影 这本来是没有能 所以在 结葬历结 名葬历明 结葬历结 那是妄自我变现出来的幻象 那在继续分别里面的内涵 那就是 那就是 分别心就跑出来了 就是志向 有了志向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讲的 寄生法子 志向就是寄生法子 第二个是相去向 就是依前面的志向 本来是一向 平静的一向 再继续分别 这一向的内涵 这些种种的 这个幻象 继续相去不断的 升起了 第二个就是相去向 第三个就是分别法子 我们讲说分别法子 第三个就是直起向 直起向 直起向就是 不知道前面 是苦乐 等境界 但是是心变现出来的 不是实有的 那却深深地去执着 去领纳 去直起 就是说 寄生起的这个烦恼 第四个就是 寄明之向 有了前面的这个 印象 有的岛影 颠倒 有前面的颠倒 越明越深 好 取了这个 妄想颠倒 把安立 名相 取了名相 这些名相 都是真的 有了 我想 妄想自信 那就更加烦恼了 所以就起分别了 第五个就是企业相 对于前面的分别 那些假名 一一的去直起 旺心 所现的 其实都是 一些假名 而已 本经讲说 五法三自信 八自 奥无我 是本经 它一个 总纲在这里 就像 明 但是我们反而不是妄想 所以就 就是 你妄想 离了妄想的时候 相名就变成了剝弱智慧了 政治族族了 所以这些相都是假的 那不知道了 把他当作真的 去直起了 那就 照做 朱业啦 我们讲说 像 我们 看一件事情 为师姐讲 神力师 决定师 最后的 动发圣师 照做 朱业 那 有了 夜就有夜市种子啦 而第六个就是 夜戌骨相 夜戌骨相的时候 那将来 就随 随我们的 夜迁流啦 我们讲 霍夜骨 霍夜骨 这个 如果是心 是五界十战 那就 人天 来一次 就 还是要当 人天果报 如果我们 心造了贪生吃的时候 将来就在散肉道啦 就是 有了 夜戌骨相 这一讲 前面讲 起种种成 及 无始妄想熏 就是我们 一念 无名 深山戌的境界 我们 这个 转世 也就是 我们这一讲的 这个 六突降 就是 起种种 沉浸 及无始 妄想熏 妄想熏 熏其的种子 产生了前面的 这个 转世的 主因 这个 就是 前面讲的 这个 分别四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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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以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啦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没有修行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念头是这样子的转转去相生 我们都是造了种种株业 或业谷 或业谷 不断的在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啦 依我们这道理 知道我们这本来是清静实相的 本来这一念心 本来是 是大光明体 清静实相的 但是我们 以我们这一念心性 一三七六初 还有这个 生子轮回的主因 在这里 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 我们 来看这个 这下结文 大会 若不 若不比真 是种种不识 诸妄想面 则一切 跟四面 四明相面 大会 相细面者 相细所因面 则相细面 所从面及所缘面 则相细面 大会 所以者和 是其所依固 依者 为无识 妄想心 原者 为自心见 等 适尽妄想 这一段其实 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他是 破旺 显现 怎么来破 就是 留住 留住身面 来 选 我们的这个 真事 接着是 佛社告诉大会 大会菩萨 若父彼是种种不识 希望 朱希望面 这个种种是 不识 朱希望面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妄想的 分别希望 我们讲说 分别心执着 也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五阴 凡老城 就如我们讲 常常 侵朗的这天空 本来是天空 是一片光明晴朗的 没有乌云 我们讲天空 万里晴空 太阳照错大地 是一片光明像 没有一点 所以 如果有 他没有乌云 就全部大地的 太阳光明骗照 如果有一点云彩 那大地就没有那么 光明像 如果是乌云很厚的话 那大地就是 显出来就灰黑色了 那我们不仅有这个 受奏响形式的五阴翻老城 所以本来是光明的真如智 变成了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是真的 所以 我们大圣佛法 你看 他每一步到最后 就是告诉你 现象界 这个现象界 是我们夜视 我们的心 我们的那个 妄视所变现出来的 是叫我们不要去执着它 像 梦中的境界 当我们梦还没醒的时候 我们会执着 但梦一醒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原来就是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 现在也是告诉我们 实相道理 当下整个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它本来是心所现的 所看的通通都是我们心体 显现出来的像 都是一个引起的假像 所以说引起性空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执着分别 有了这个妄想 我们的见地透过了妄想执着 就如同刚才比喻的这些 有云彩啦 天空 太阳 透过了这云 云 所照射出来的 就没有那么清楚啦 所以说同样的我们 所看的事情 就没有那么客观啦 当我们把分别执着 把这一些我保二子全破了 那见地就是我们讲 无上正等正解啦 也就是把我们最后的四招品 根本无明全破尽的时候 那就如同太阳光直接照射啦 照着地面大一片光明 大地显了光明 一片光明 一片阳光 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 就说 齐哉齐哉 一切众生 皆以 皆祭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为妄想 奔别执着我不能正的 我们跟佛的同个体训啦 差别就是我们在 显现出来的现象里面 我们有了执着 分别妄想执着 因为我们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把它当真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去除之后 我们本有的自然智无私智 如来一切的功德道理 一切都在我们心中里面就显现了 所以我们修十套因缘 四生第十套因缘 六度万恨 目的就是破除我们的妄想奔别执着 要入地义地 入实相 了解实相 这样的知见 其实都是我们讲 如来的这个知见 我们讲 通通都是 所以一切 靖刚坚讲 一切法都是佛法 道理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如果说还是在 在世心分别里面 你说这个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你在分别的时候 虽然同样的讲的 这语言文是一样 但是烦恼是 还是烦恼 造业还是 多善二道 虽然这一切法都是佛法之道 但是这个是正量 其实就是正量 一切法都是佛法 所看的 也就是我们在 所以 愣言经前面讲的 前瞻解的 七大 地嘴火风 空空 空根寺 皆主外障妙真如性 那你所看的包括我们这个 内根深外去界 都是如来障妙真如性的 性体变现出来的 那当然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当然一切法都是佛法 所以 所以就讲 肉腹 肉腹 比真事种种不实 诸妄想灭 这是我们的希望的种子 那希望的种子就是我们的妄想 其实这个就是众生有能有所的相对的习气 其实我们如果说是知道它是希望的 我们不要执着了 其实那 武因 受受想形式 它就是我们讲 它就是正如体 体性就是正如 所以差别就是 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 不再执着就好了 同样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菩萨跟我们众生的差别在哪里 就是 迷、物跟染、境的差别 同样在这个境界 菩萨有这剥弱智慧 我们是把 剥弱智慧 没有剥弱智慧 所以把境界当作是只有了直起而已 烦恼就是从这边来的 因为有剥弱智慧 知道事实真相 那就知道了 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 这一念心所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常讲说 这个 佛法是什么 心靶 心靶 一直讲心靶 心靶就是说 我们把境界变成这五蕴 五蕴 你看蕴藏 我们所看的像镜子一样 就是我们这些心所显现出来的 这些心所显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八世田宗里面 过去有这个习气种子 显现出来的这个显现 所谓的像 这些像 加上我们的夜市 我们直辞一位时有 那烦恼就不堪了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原体的假像 是我们心的眼影像 是我们心靶 是我们心靶 从我们心里面显现出来的 像 幻象而已 那就是入心靶 所以我们讲说 佛法是心靶 就是你一定要了解 都是我们心所显现出来的幻象 心所显现这个像 那当然 因为它不是实有的 它是一个影像而已 它是一个影像而已 在我们内心的一个影像而已 所以这个影像 只是一个原影像 当然是希望的啦 我们心可以寒常无量 过去无量节的一切的这些现象 它是寒常的 所以我们八世是藏世 是这样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之中 每一个人都显现出来的 或者是怎么样 显现出来的 或者看到不同的境界 那就是我们 述过去的音源 你不要执着 外道是不了解这个道理 它执着这个境界 所以说我们讲说 在嫩言君里面 修行的过程之中 破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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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破摄想群 在这种五音里面 每一个都有十种阴谋 我们称为五十种阴谋 也就是我们自心献的境界 只要不要执起就好了 了解就好了 那就是变成书生境界 如果说我们去执起它 因为我们修行有功夫啦 我们就变成书群 在嫩言君讲很清楚 所以嫩言君讲很清楚 你看 售售响音 让我们响音破了之后 就看到 诸相飞相 想音破了就看诸相飞相 见诸佛心 也就是我们讲相似境界了 那破受音 感受受 你才能够自在飞行 响音除了 那行音 破了之后看 像 声闻言诀他破了行音 对不对 他看的是宁静安详 一项 所以说声闻言诀就是破了行音 他看了这个八字里面的 蓝边弃足了 看到静边清静安详 他把这个当作是涅槃相而已 如果诗音破了 见了就是真如啦 识相就现全了 所以这一讲 大会若不彼是种种不识 希望灭 一切根是灭 是明相灭 这个时候我们讲 如来藏事就显发出来了 那就 这时候就如同 令言经所讲的 他能够六根互用 原来六根就是一合合 就是我们一切根是灭 所以讲 就是我们讲八字 就是八字的名相灭 违归我们如来藏 妙真如信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那底下说大会 我们一开始看这个底下 如果说金本的话是 二十九月第二行 大会 相续灭者相续所应灭 所头灭即所缘灭 则相续灭 所头灭即所缘灭 则相续灭 所以说这个相续灭是 陰灭 陰灭的时候 你看这一讲的 是相续陰灭 相续陰灭 比较粗 刚刚讲过了 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妄想 所以这里的相续灭 相续陰灭了 那相续的陰 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相续的陰 流住相续的像 就灭了 所以我们了解 相续陰灭的时候 那个粗像的相续 流住相续像 它只能就灭了 相续陰灭了 我们找出 它相续的陰 相续陰灭出的时候 这个相续的像 它就除掉了 除了 所以我们要先找出 这个相续 这个相续的灭的陰 从灭 也就是 所从灭 就是它所攀原的对象 所成灭 就是它所攀原的对象 以及它所缘之法 它有内有所因 外有所缘 以及它有因 有因缘所生的这个法 这个因 跟它所攀原的对象灭了 以及它所起的缘灭了 那相续相就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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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 有四元神法 一個是清陰言 一個是所言言 一個是無間言 一個是什麼 真仗言 清陰言是相繼所因 我們的根本無名 成沙無名 見知無名 這都是我們相繼的因 是我們的清陰言 這是我們的清言 那所言言就是我們的攀言的對象 無間言就是我們念念相繼 相繼心斷了 那因就斷了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這講的道理在這裡 那他就不會 他就沒有 我們講念念相繼了 不會了 那真仗言就是前面三個相繼不斷的真仗 所以我們第八是留住相繼相 所以我們就要先了解他所因 就是我們的根本無名 成沙無名 見知無名 這個三個因 這就是我們習氣的種子 這就是我們習氣的種子 這所因以及他所言的對象 跟他所攀岩生起的無間言 真仗言 這一些種種的言滅了 那相對的 那相繼相他也滅了 所以說我們眾生就是四所言生法 一個是清陰言 一個是所言言 一個是無間言 一個是真上言 有這四所言 四所言滅了 那如果是說這個掩飾 你看 如果說是我們講的掩飾 我們講的有九言生法 對不對 藕飾有八言生法 鼻則生有七言生 對不對 我們的這個第六世有五言 第七世 莫娜世跟第八世 阿賴也是有四言生 對不對 其實都是源起之法 這四心的當體其實是如來仗 妙真如新的信體 當體其實是空的 它只是生滅的現象 只是一個生滅的假象而已 所以說我們只要能夠找出這個生滅的因 那生滅的因滅了 那攀岩的對象就滅了 也就是所言言的這個對象 滅了 以及所言 無間言 跟真上言 所外加的這個因言都滅了 所以其實相西相 也就是相西相 也就滅了 那底下 所大會 如果出席經文的時候這第三項就是第三項 大會 所以則何 事其所因故 這個相西 這個相西相就是這樣子來著 所以說 似其所因故 底下說 依者是為無始妄想心 為自心 見等似盡妄想 也就是因所依的根本無明 產生了這個知莫無明 無始妄想心 就因怨無明深山戚 根本無明一齊了 然後戚戚 戰迷了 夜迷夜深了 就進戒為原著掌漏出了 所以根本無明心 那知莫無明 產生了這個見之貨 你看見貨就有身見 有邊見 有見起見 境界起見 邪見 我們看法錯誤啦 把身體當作是我 是大 是我 把外面境界 認為這是實有的 是我們的心 所以說我們有 我們執著的正義澳報就是 此為止真的 所以說當我們把境界當作真的看法錯誤了 當然我們的想法也更有錯誤了 就失禍了 貪嗔吃慢餘 失禍 就這樣子 不斷地互相 互宣 不斷地互宣 那越迷就越深了 這惡習的種子 戰略種子 習氣的種子 互宣 互相宣習 你看我們講說這個好人 如果說這個好人 他常常這樣群群 內心的種子都是善的 那就是我們看了 做人就是好人 但是 有一些做惡多燈的 那內心的種子都是貪嗔吃的那個力量 他念念 我們一看了臉 臉相都不對勁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人就是有善惡習氣的這個負心 夜明夜深 以下說 言者謂自自心見等視 視見妄想 也就是 先依無明受薪而產生的這個知若無明 那言者 我們 言 那言就是我們自心見等 直接講 自心見等 就是自己去攀岩 自己去攀岩 自己的心去攀岩 所以 自心見等 然後呢 所言言 就是六根 接觸了 六成了 六根 嚴老鼻蛇身 去攀岩 色身香味觸法林納 再依我們六四落雀的這個影子 前五四落雀的影子 去施量 編別 計較 再來 就是審立師 潔淨師 動畫盛師 迷惑造業 所以這一講 言者會是自心見等 視盡妄想 也講很清楚啊 都是我們自心見 我們一直念念 六根接觸六成 念念相細之妄想 一直妄想 一直打妄想 那 再來就是照作著樂啦 差別的這個地方 就是 都是我們相細留住陰 內衣無明的這個青陰炎 內熏之後 而產生了這個滋墨無明 而產生了這個見之奧禍 這樣相細不斷的種子 起現形 現形又熏種種子 這樣不斷的迷惑造業受苦 所以這一講 言者是為自心見等視盡妄想 是我們自心 本來是我們自心 簡單講說自心分別自心像啦 我們把本來是自心的顯現出來的這個像 是我們心盡見量 我們去攀岩外面境界 然後升起了分別這個妄想心啦 把它當作真的啦 意思就在這裡 也就是我們現在已經了解啦 外面境界其實是我們自心見諒 就是我們前面所講的 我們前面 第十一頁所謂最後一頁講的 自心憲境界 我們要善解其意 就是我們自心建立萬法 在禪經裡面 那個六土大字告訴我們 自心建立萬法 知道是外面境界都是我們不是時有的 無有義法可得 無有義法可證 都是我們自心建立萬法 要知道這道理 善解其意 那我們再看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部分 就是講到了這個分別 也就是如果這在經文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分別這個分別學證 分別學證這部分 我們簡單做一個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 再要的話 它是前面這部分沒有 它是馬上到了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第三 但是第一節它沒有 馬上就是到第三節的部分 也就是明 佛法 正義 這個分別學證 我們簡單來說明一下 它是分別學證 其他就是 我們講這個 它總標 所以講著 複製大會 妄想 三有苦滅 妄想是我們三有的根本 我們講 剛剛講的 一滅無名深山氣 進階委員長六出 夜明夜深 這是我們的潘元勳 妄想分別執著 有這個 三有三個主音 這三個來推動 三就是指我們這個內心裡面的這個意 我們講說 這一些的 這一種種的這個奇跡種子 三其實我們講說 有意界 像我們意界中生有物質欲望 像色界有 跟無色界有這個 一個是物質 一個是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時候 我們就禪定 禪業 出禪 澳禪 三禪 設計出禪 澳禪 三禪 乃至於到了這個 四空定 事物邊處 無所有處 非常非常 事物邊處 空邊處 無所有處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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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我們講 展開就是三禪 澳事無有 這都是我們生死煩惱的因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 要了解這世間相 一切境界其實都是 這妄想分別執著 不再執著啦 不再攀岩啦 那就出三戒啦 出三戒的這個煩惱 煩惱褲 因為它是假的嘛 所以說我們講說 這隻 因為 雖然是出三戒了 你看為什麼要 分別學政 因為我們講說 靜坐就好啦 靜坐 靜坐來講 有些人要靜坐 從藝界到色界的話 還要味道地靜 到了色界的這個 離生喜樂 舒禪 靜生喜樂 澳禪 三禪就是離喜妙樂 四禪就是省戀千禁 這個靜 這個靜界 有些人把他靜界當作是 他所正的 涅槃啦 所以說 你看 我們講到這個 三戒的所靜界 跟阿羅漢聲文言解所正的靜界 如果說我們 我們對佛法不是很瞭解 對大聲的佛法不瞭解的時候 我們以為 那個三戒 其實它的靜界跟 聲文言解的靜界好像是一樣 其實是差距很大的 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張就叫我們 能夠分別學政 了解這個前面講的 這個自相 共相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真諦 真諦的這個自共相 和聲滅似帝 無神似帝 你看 聲滅似帝 無神似帝 還有這個無量似帝 還有無座似帝 聲滅現象 也就是贊同別人所講的 聲滅似帝 通教所講的是什麼 無神 別叫我講無量似帝 別人叫我講無座似帝 就是我們自相 這些其實都是自共相 聲文言解其實 聲文言解的包括 包括就是那個 法人對不對 佛 自相 共相 聖人 有出事的聖人 也是一個共相 一個是自相 一個是共相 這是分別學政 是 那我們 因為我們 這邊 摘要來講 他是沒有在第一節 第二節 他就 把 就直接到我們 第三 第三節的部分 就是明 佛法正義 那在 我們這個 經文裡面 就是在 33頁的 道主第二行 這明 佛法正義 就是先把 外面錯誤的觀念 把 把 秉除掉之後 接下來 第三節就是明 佛法正義 前面就是外道的執著 這一些種種的 說明這一些 他不是正說 所以明佛法正義就是 佛法所講的 真是 真正內涵 那 佛法真正講的是什麼 他是 講 生即是無生 差別的地方 不是真正的 從 因緣合合熬生的 都是我們如來上 廟真如性 漠涵過來的 變成 讓我們 楝緣經前瞻見就是 他悲陰緣 悲自然 悲合合 那都是這種 仲生 尋夜 發現 我們講 夜感 緣啟啦 夜感緣啟 所以第三節,就是明、佛法、正義 我們要看第二,再要看第二章 第二頁,第二頁,第二頁 我們看這個經文,明、佛法、正義 如果說是經文的話,本經的話,就三十三月到主,第二頁 我們看經文,大會 若不諸於沙門破羅門,見離自信 浮雲、火輪、全他婆 無聲、喚、怨、水夜及夢 內外心現妄想,無死虛偽 不離自信,妄想因言滅盡 於妄想說所說,觀所觀 受用見,見立身之葬事 與視境界,受受及受受者不相應 無所有境界,離身祝滅 自信其隨入分別 這個 也就是 你看這一講的這個佛陀 以己立的方式,己立啦 來說明了 若不諸於沙門 幾諸就出家修道的波羅門 在家的修道人 見離自信 離就是無啦 見一切諸法無自信 一切法只是什麼 向民妄想好矣 一切法都是延起信空 如同這個樹木 木頭只是一個種子 落在地上 加上陽光、水分 經過時間的變化 產生了這樣子 我們所看的這個花 我們覺得很漂亮 蜜蜂 它當作它們的食物 對不對 我們講 有一句話說 花飛花 花飛花 也不是 我們所看的跟其他的 都看的不一樣 像水一樣 我們看的是水 天然看流離 我們瑜伽看的是他生活環境 第一看的是農學 蒙火 那個 軌道是看的農學 你看 各種 有的看的 我們看的是 這個 液體的 天然看是固體的 同樣一件事 同樣一個東西 所以夜是不同 所看的不一樣 像人所看的 這些現象 其實 金剛經就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執著 因為是夜是所變現 讓我們人類看的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講的 我們講說這佛法 因為我們人類 包括我們講的 這個很多的這個論文 這個論述佛法 那論述佛法來講 有的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明的 其實我們講 科學它是一個生命現象的 它怎麼說也說不到佛法的 你看我們講這西彌山 科學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然後發現說七彌山再來 因為夜是不同 所以我們人的夜是 天然的夜是 看到西彌山 所以說我們從這論文來講 要論佛法 他論不到的 真正的是論不到的 只是一個旁邊而已 所以很多人是說 要科學印證 其實叫我們要誤實相之後 你就知道了 原來我們世間人的現象 都是我們心意識 一樣在我們的六四裡面 我們講說這六四 它言不到真如 當然 我們所看的 怎麼會是正確的呢 只是一個有時候是 我們這個信心不夠 用科學的角度 因為科學現在來講 都是我們現在目前的科學 都是很發達 很進步很快 我們了解這現象 對我們修行有更大心情 其實到最後呢 你就知道了 原來一切的這個論述 沒有辦法論及到真正的佛法的內涵 只是從我們世間的生命現象所看的這個西幻像 真正的實相道理 真正的實相道理 它是論述不到的 你看我們 你講說我們以前 胡適先生是文學家 文豪啊 他看到那個佛經 那個 維摩幾經 看來 哇這是哪來 寫的是什麼 像科幻小書一樣 很不可思議 很不可思議 那是我們心自信的境界 所以說金剛經講很實在 叫我們不要執著 般所講皆是虛幻 是幻 是幻化的東西啊 佛菩薩 看的都是真如 所以古德告訴我們說 以經成氣氣氣皆經 任元經講 都是眾生玄樂八現 所以這一講 見離自信 見無自信 離就是無嘛 比喻啊 就像這浮雲 就像浮雲 不用像水風一飄動 沒有啦 就像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 真心世界萬法 就像浮雲一樣 人生 我們講 人生如夢 就像夢一樣 像火輪一樣 潛火輪一樣 潛火輪 像我們剛剛唱 比喻之鄉 你快速旋轉 看起來就有一個火圈啊 就潛火輪 其實 它是一個 快速旋轉 一個假象 而已 所以講 又比喻像錢他婆一樣 還是成柔啦 就是還成柔 只是一種 幻影 而已 產生了這個 現象 無聲 是我們新的幻象 所以生就是無聲 像幻境 像陽宴 陽宴 陽宴 比喻 尤其夏天 我們看到柏油路 大概 遠遠看到好像蒸氣 好像有水 所以說 我們像馬 跑跑跑 看那個 哇 好像前面有水 很熱 也像 那個 馬路有這很多水 就像陽宴一樣 沒有 沒有真的是水 馬跑到最後就渴死了 像水中葉 像夢一樣 像夢境一樣 如果我們講夢幻 金剛節 如夢幻泡影 這個就是不斷的大聖佛法 到最後就是不斷的大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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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就是不斷的告訴我們 我們世間的現象都是虛幻象的 是我們心的圓影像的 所以剛才講說大聖佛法 在我們從我們心法裡面所看的 其實都是 你入了心 我們五運 他當然 五運 照見五運皆公 五運顯現出來這個心的 這圓影像 像鏡子一樣 怎麼是真的 是一個影像而已 你如果真正了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判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境界是我們人 我們世間人的一個現象 他是把境界說這當作真的 那我們只好是用這樣的分析方法 告訴我們這是生命現象 如果說從大聖佛法裡來講 都是我們心的圓影像 所以五運的顯現出來的 隱藏的這種現象 所以大聖佛法就是叫心法 它不同於我們這個世間 所看的這個物質世界這一些現象 其實這一些像 現象 任元君講清楚 都是我們眾生巡夜發現而已 每一個部分 人類跟天上跟我們戰鬥到了 每一個 所看的 同樣的境界 但是我所看的 內心的境界都不一樣 就是我們心法就講這個 不是講我們世間的這種的生命現象 都是講我們整個都是我們心幻現出來的 讓我們真正的了解 我們不再起自心分別自心相了 懂得放下來了就好了 底下說 內外心線妄想 內外是指我們內身心跟外器界 也就是我們內是指著我們的五運身 我們外面去執著一爆世界 也就是內是指我們正爆身心跟外是指我們的一爆世界 所以這是正義要爆 我們有正爆身間跟一爆世界 它是從哪裡來 因為這一講很清楚 是心現妄想 是我們心現的 去執著它 是自心去執著 自心分別自心相 自心去執著於 我們第七世有 我 我們這第七世執著第八世的見分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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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外面建造這個六層的境界 把它當作是實有的 本來是一個影像 我們把它當作是真實的實有的 所以說 所以說 以內為我 外為實 所以有了 我建 我貪 我貪 我貪就是我愛 我吃我慢 其實 只是第八世的見分去分別第八世的相分而已 都是我們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 都是我們自心分別自心相而已 所以這一講 內外心現妄想 這是告訴我們真實現象是這樣子 所以諸佛菩薩它沒有煩惱就是了解自真相的 都是我們所看的是真的 它知道這是一個幻象 像夢境一樣是幻雲浩宜 它自然就解脫了 它自然就解脫了 所以這一講 內外心相妄想 無始虛為 不離自心 也就是我們自心現的境界 我們把它當作是真的 內外心相分別妄想執著 無始虛為 不離自心 也就是我們自心現的境界 我們常常用電影來做比喻 變影 螢幕只是白白的 經過了頭色燈的燈光 加上了膠檢 它速度一秒中有十幾次的開合 十幾次的開合 所顯現出來的像 我們就好像 這相具像其實就把它當成了 其實它是一個膠檢 一秒中有十幾次的開合 就顯現出來的 一樣 你看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年紀輕的時候 身體好啊 拼命的賺錢 拼命的追求這個武藝 讓我們真的 一生幾十年 對 失業啦 就 有成了 也成家立業啦 各方面的財產 建立很多的這個家產 拼命到最後呢 年紀大啦 年紀衰老啦 中風啦 痴呆啦 我們所看的 以前辛辛苦苦的 我們也不認識了 哪 乃至包括我們的親人 現在我們都不認識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生之中 那麼努力 到最後呢 身體一病啦 什麼都 吃在了什麼都 我們以前分別執著的都沒有啦 連自己的親人也不知道啦 你說這個東西好吃 你說這個東西好吃 你把一個這個山珍海味弄給他吃 他也不覺得是好吃啦 反正有東西吃在拼命吃 再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佛法就知道一切都是什麼 幻化希望的 得不到 知道他是空訓的 得不到 都是幻化 得不到的 知道 懂得放下來 不太執著了 就好啦 所以這一定很重要 所以了解是真相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大聖佛法是講說空的哲理 知道他是空訓的 雖然有種種的現象 他是延起的幻象 他沒有實體的 延起信空了 佛菩薩在徹底 震入到這一個地方 清清楚楚的了解這一點 所以他沒有煩惱 現在我們是凡夫 我們借了大聖的佛法教理 在佛大告訴我們的這道理 我們懂得這樣修行 到最後 我們煩惱越來越少了 我們已經發現到 原來是怎麼樣 過去的煩惱 執著啦 原來是多餘的 所以我們錯認了 把境界當作是只有的 它是一個像我們夢中的境界一樣 在夢還沒醒的時候把它當作真的 夢一醒 通通都是我們這一念心顯現出來的 所以佛菩薩他們所看的 跟我們所看的這個境界差別就是 他們所看的都是主外障 廟真如信 變現這個假像 他所以他心清淨 好像他是 我們經常講 他本自清淨極面相 那我們有 染污了習氣了 就把它當作是真的 沒有想到 他是得到了 我們拼命的追求 你看 還沒有得到的時候 我們不賺錢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有這個色身 有這個色身 當然 我們就是要需要賺錢來養活 養活 家人 包括我們這個色身 我們有生老病死 你看天人 他們就是 他們沒有這個病痛 因為他們是風大 我們是地大 他們是風大 他只有生 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病跟老 他們就是五篩現象 到最後五篩現象 坐立不安 那個衣衫 這個 這個 內心 那個流汗 這個你看五篩現象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那我們眾生在人法界 我們把它當真的 所以我們不斷的追求 得到了之後呢 又怕射掉 這個墨學來講 感受很深 為什麼 因為我老家 他在台中 對不對 那服役之後 他就到北部來 台北 台北的時候租房子 那租房子的時候 住在五樓 五樓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空空曠曠的 對不對 好了 就簡單的 買一個 買個床 對不對 還是買個桌子 椅子 就在那邊生活啦 就家具 簡單的家具 出門的時候 每一關 也不用 也不用鎖啦 因為裡面沒有什麼東西好拿的 那你一直在做正義 在這樣子 工作啦 賺一點錢 自己買房子啦 有家具夠方便 以後出門都這樣 一到鎖 兩到鎖 還不夠 還要外面再加一到鎖 你看我們是不是這樣子 慢慢去發現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到最後我們有了一棟房子還不夠 還有兩棟 還有在國外買別墅 哇 那是 為了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意望 忙得不夠開交 對不對 房子如果租人的話 有好幾 好幾個房子租人 以下 過了幾年的時候 那個壞掉啦 那個水龍頭壞掉 那個馬桶壞掉啦 一天到晚就忙這個東西 是不是我們自己慢慢去體會到 確實就是這樣子 確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每天都是 得不到 我們盡量去得 得到的時候我們又怕失掉 我們煩惱就不斷了 不能 就是這樣子 道理從這邊來的 所以這一講 內外心線妄想 是我們執著內根深外氣界 是只有的 被他騙了那麼久 現在 終於了解了 原來 是假的 我們只有 維護這個設身 把家庭 這個 需要的 把安頓好 就好了 不需要 在了 這個 去買了多少的房子 賜多少的這個 不動產 不需要的 你看股票 一樣嗎 以前玩股票 早期的時候 股票大崩盤 對不對 結果呢 那分析 分析股票的分析 是到最後都跑路了 對不對 你說多厲害 能夠分析的時候 這張股票多少 所以 好像在二十幾年前 二十三十年前 那時候 那時候 經濟 有一陣子 金融出了問題 所以從我們這樣子 慢慢去體會到 原來是 我們人 人就是在 短短幾十年 如果我們沒有學習出婆婆 那當然 一生就這樣過了 好 而且 到了無數的這個月 到最後什麼都躲不到 還有古德講很清楚 萬般代不去 唯有月隨身 這樣 還好我們今天學習 我把它對著外面的 這種種現象 我們慢慢懂得放下來 越來越淡 看淡 希望越來越少了 內心就是 越來越親近了 真正放下的時候 我們講 如釋重負 沒有煩惱啦 內心清安啦 所以這一講 內外心現妄想 無止稀微 不離置心 我就已經清楚了 所以我們 世間的好壞 美醜 包括我們講 世非恩愛情仇 這種種的 其實都是相對待的 所以我們 無死絕以來的 寄生我保奧子 分別 加上我們 分別我保奧子 分別我保奧子 寄生就是生生世世 寄生以來的 分別就是 我們講 今生 你看我們今生來著分別 我們從小就是 這個 家庭教育 受家庭教育 包括我們的 學教教育 社會 社會的觀念 那些種種的 都就是我們講的 分別我保奧子 這些其實都是希望 稀微的相 不是真的 文字多了 都是煩惱啦 所以說 不離以 他是不離以自心 為事說 萬把為事 事所言事所變 不是真的有 為事不儘 都是事變現出來者 現出來者 而不是真的有 而不是真的有 他不是真的有 李嘉說 妄想因緣滅盡 那離妄想說所說 那離妄想說所說 觀所觀 受用見立身之壯事 一視境界 受受及受受者不相應 無所有境界 離身住面 自心起隨入分別 這個妄想因緣滅 也就是我們的無明滅 那從唯士學來講 也就是我們分別我直跟分別法直 也就是還有這個寄生我直跟寄生法直 滅了 那就是妄想因滅盡了 那如果從天台來講 也就是我們講的劍師禍 沉沙禍 或是根本 也就是無明滅這些習氣的種子 滅了 以後在底下說 離妄想說所說 我們的妄想就是能說跟所說而已 其實能說也好 所說也好 都是我們自心顯現出來的 都是我們一心顯現出來的 像我們吃一個很好的東西 或是我們想 想到某一種東西 越想越想越想 想到最後 想到晚上都睡不著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這講 妄想說所說 只是一些 想的只是一個概念 迷降而已 或是自己去想一些迷降而已 乃是我們遇到這現象啦 是不高興啦 我們生氣啦 甚至我們開口罵人啦 一樣呢 也就是這樣 自己說所說而已 因為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境界是你的心嘛 你所看的顯現出來 像鏡子所顯現出來的這個象 那這個自己的心所顯著的象 你在這邊自心去分別這個有能有所 有能有所 有說所說 有罵有什麼 整個現象的作用 是不是都是我們這一念心的作用呢 通通都是回歸到最後都是我們這一念心的作用而已 所以當我們今天的作用的時候 我們在說所說裡面 這有相對的 有了善惡啦 有種種現象啦 那你看 是不是我們自己又去造了這一些的 那未來的這一些的這個生死因呢 都是我們自己造的嘛 所以說我們講說 原來呢 地獄門為人製造的道理就是這樣子 現在了解的道理啦 懂得啦 放下來了 能夠慢慢對於一切的境界 在任何一個境界來講 我們懂得立志戀心 藉這個境界來修行 來回歸到我們的本性 所以我們就 人家不會 像以前啦 一樣的 想任何東西到講到最後呢 想到晚上睡不著 嚼到那個飯也吃不下啦 對不對 你看 你看 很多這個憂鬱症就是這樣來的 包括躁鬱症也是這樣 都是我們自己 不了解這現象 自己去執著他 你看我們像這個小孩子啊 小孩子很小的時候啊 他肚子餓了只會哭 因為他內心沒有東西嘛 他沒有 腦筋沒有這樣 這個好 這個不好 沒有名相 這法相名詞 沒有這東西可以想 對不對 沒有東西想 那當然就沒有煩惱了 所以說他沒有 那小孩子天真無邪啊 一樣 有時候小孩子一哭啦 哭得很傷心 對不對 你去跟他逗他笑 他馬上就笑了 我們講小孩子就這樣 天真無邪 因為他心比較親近 我們現在七個人 對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不理你啊 他氣了兩三天 乃是 氣了一個禮拜都還在氣 是不是自己也找自己的麻煩呢 我們身體的病痛 覺得就是心 這個不平衡顯現 照出來顯現出來的 這個現象奧移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自作自作奧移 所以說像小孩子 沒事的時候 內心 他只要肚子餓了之後哭一哭奧移 那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這個煩惱 想越想越多 煩惱越多 想到都有一大堆的煩惱 都是我們自己找自己的麻煩奧移 所以讓我們離了妄想 說所說 親近了 底下就說 觀所觀 有能觀所觀 就有這個了別對立 如果我們 佛寶奧值破了 那就沒有所謂的能觀所觀 那就是我們講的製造 製造 製造就是我們真心的作用 本來是製造的 就是清清楚楚製造的 但是我們一製造的時候 攀額外面境界是真的 那就是我們妄心的作用 所以當我們迷的時候 是有能有所相對待的 那就是有能見的見邊跟所見的相邊在 那就不是這一講的 不是製造的 不是我們真心的 製造就是我們心像禁止一樣 造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這一講 離妄想說所說 觀所觀 那就是我們常講的這個剝弱境界 剝弱境界就是 因為它離相了嘛 只是著相的時候就煩惱 離相的時候就是 變成剝弱智慧啦 那 觀照 我們講說 觀照剝弱 也就是我們講了解事項之後 起觀照 知道 知道這一些境界都是虛幻的 知道它是緣起信空 讀不到 我把兒子一破了 那 見聞截之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剝弱 的觀照 見聞截之都是變成剝弱觀照 所以我們見聞截之 當你起手的時候就是煩惱 見聞截之 但是 寥寥分明 不再啟像啦 那就變成 轉成了一個剝弱觀照 因為它念念觀照實相 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它這一切不然 所以直到當下即空 這是我們新的圓影像 所以觀照剝弱就是我們六根接觸 六成的時候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觀照剝弱就有無上 我們講說有兩種樂 一種是無上菩提解法樂 一個是無上捏盤擊滅樂 所以在禪經裡面 如日如夜來做比喻 日如智 智慧 太陽像照得清清楚楚 這個現象叫清清楚楚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叫清清楚楚 這是智慧 你不啟酌啦 這個是杯子 這是佛像 都是一樣 但是內心不會有 這成垢 內心不會有這個啟酌啦 心掛不住啦 所以我們了解這個道理 原來是 什麼叫剝弱 要剝弱 關空離相 就是剝弱智慧 直取才要關空離相 當我們不直取的時候 也不需要關空離相 它本來就是剝弱智慧 所以說剝弱智慧 有浮上菩提解法樂 浮上捏盤擊滅樂 兩種這個樂 為什麼 因為它知道 六根接觸六神都是隱形 幻隱老隱 一切都是空的 倒是延起信空 如果我們不知道它是幻隱 不知道它是空的 那我們跟神接觸 一定是有能有所的 眼見好文變成了妄想分別 所以這一講 妄想因緣滅盡 離妄想說所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心就親近了嘛 因為它不再攀岩了嘛 離關所關 就是能夠一切境界 所以知道是一心獻的 了無其者 都是我們自心所獻出來的 就不會有所謂的其者啦 所以沒有其者的時候 那就能夠做到底下的這個 就是受用建立身之葬事 心親近啦 那就是受用 就是建立身之葬事 這個受用是指我們的一暴世界 我們講 那建立身就是我們的正暴身親啦 也就是正暴身親跟一暴世界 以前我們認為這正暴身親跟一暴世界 那現在 妄想 一滅盡了 那就 發現了這一些 原來就是自己的葬事 喔 原來都是我們自己的葬事 心精進了 看到這個 全相即興了 變成這樣子啦 所以說我們今天 不了解就是把境界當作只有的 我們不斷這樣子燻燻燻燻 剛開始燻的時候 沒有那麼清楚的了解 像莫學的 以這樣子 從2030年了 這種的感覺 早期就跟我們的 檢老師學體大政 就是進地法門 早期莫學是 以進攻老法式的無量壽經 進出法門而入的 到基金會來的時候 我們學習了 宣法 禪宗的 跟我們導師 前夫人老師 學習了 宣法 不斷宣習 不斷宣習 同樣的 在宣習的過程之中 講的都是我們大政的教理 也是不斷的宣習 再經過我們的研討 多久的時間 你才能夠真正去感受到 真正的感受到 金上所講的 剛開始的時候 墨學一剛開始的時候也是 研討這個 論學金 再來抽籤的 好 人前老師啊 還有好多 將近十位左右 每個禮拜都抽 都要抽 他抽籤是怎麼 要抽看誰 他不能說指定下個禮 下禮拜四由你做 再下個禮拜四 不是 因為我們會偷懶 那這怎麼 怕被抽到 所以就很用功 很用功 看了很多 所以我們看了很多 準備了很多 講出來的 跟我們內心不能相應 只是講個文字像而已 結果這樣 常常這樣勳集的時候 這樣勳勳勳勳勳 勳求的同樣的一個文字 但是有這感受 變成自己的感受 就是這樣子 有這樣的這個好處 自然而然煩惱 因為你了解的事實真相 煩惱自然而然就容易放下了 很快就 一關照就放下了 所以說真正的放下來了 欲望淡了 心就清安了 沒事了 再不斷用功 雖然出了煩惱 少了 但是還有 忠的 維繫的 就是不斷用功 不斷這樣 繼續用功 慢慢 心越來越清淨 越來越清淨 最後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相應到實相 所以這講 內外 心線 妄想 無此稀為 不離自心 以前 同樣 看到這一句話 沒有這個感受 現在說 原來都是我們 自心所見出來的相 都是自己自尋煩惱而已 所以這個世間的好壞 沒錯 包括安戀前所 這一些都是相對待的 把我們分別執著了 原來 都是我們自心去分別 自心相好壞 在底下說 妄想因言滅盡 離妄想說所說 觀所觀 用 受用 建立之相 喪事 於四境界 受受及受受者 不相應 無所有境界 離身住滅 心起隨入分別 知道境界 知道境界是 知道境界都是西幻象的 所以說 所以講 心清靜了 離了 觀所觀 就能 對一切境界 直到是一曲線 直到是我們自己 正報身心 一報世界 所以通通都是我們 不理我們這一念心 知道 都是原來 發現到原來 都是我們自己的葬事 所以我們修情就是 我們常講 修情是從零度 走到三百六十五 六十度之後 回到原點而已 回到自己的本地風光 毫於 我們知道 都是我們藏事 顯現出來的 所以說 得也得不到 所以 無功用行 那卜寒就是無功用行 那無功用行的時候 有人講 niew功用道 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 像我們這樣能觀 startled 因為他能夠一切明白 一切通達 又一切不然 所以他就侵證到那個參加所講的 不以萬把為禮 這一念 親信本信 就是回歸到我們真心 回到我們真心 你要真心的時候 他就是清清楚楚明白白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修行就是回歸到你自信 你自信本來就是有的 本來是本記足的 修行就是了解是真相 當你心親近了 你不會再染濁了 不以萬把為禮 親近本信 你就體會到了 所以我們從信物 剛開始從信物 到了解物 前的解物 乃至到了深解物 到了解物的時候 遇到境界的時候 還會有深煩惱 還不是真正到了正物了 那到了深解物的時候 一有煩惱的時候 你一關照他就很容易就放下來了 深解物 真正深解物 我們就容易 一關照就放下來了 我們再繼續用功 到了不以萬把為禮了 那最少 也就是我們講的嚴教出信位 這才是真正有了正量 到了嚴教出信位就有正量了 那到嚴教出信位 不是不容易做到 就是到六根清淨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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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你看那個 慧師禪師 就是智者大師師父 對不對 你看到 他要走了就走了 對不對 他要走了就走了 對不對 他地址在哭哭哭 他馬上又回來了 他馬上又回來了 你會哭什麼 他說 大家都是這樣子 哪有真實啊 對不對 所以說他現在回來 跟弟子講一講 又走又一向就走了 他真實自在 所以到了初信位 那不容易 在為世上來講 還就是說 在為世來講 就是見到 見到了 斷了 分別 我不奧子了 他可以根本至觀空 厚德至觀俗 能夠行中觀 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講到行中觀了 我們成為開悟 我們現在是什麼 信悟 在這個道理深信不疑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解悟 在前解悟到深解悟 這還沒有辦法真正的 正悟開悟 到了開悟了 就是剛剛講的 行中能夠行中觀了 那就是開悟了 到了大特大悟 那就是破根本無明了 那就是我們中門講的 民心見性 見性成佛了 所以古德講說 開悟之前 起心動念都是煩惱 開悟之後呢 起心動念都是什麼 剝弱 所以六主大師講 念這個境界是六大師在禪經講的 念就是真如之用 他用 他都是清淨平等的 這個我們一般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一到境界的時候 會動心 不是真正的開悟 那可能就是我們講信悟這個階段 一般講信悟 我們不能把信悟當作是正悟 信悟就是相信 這個佛所講的一切道理 你真正的深信不疑到了 是從信悟到了解悟了 到深解悟了 那信就越來越親近了 所以我們要用功 所以這裡講 妄想因言滅盡 離妄想說所說 觀所觀 受用建立生之葬事 就是有葬事 建立這葬事 最後就是一念無名 真正去到境界委員長六主 其實就是這個 誰講的 建立生之葬事 底下說 疑似境界 受及受作者不相應 這一段其實 你看已經不相應了 這不相應的時候 簡單講就是說 根不入塵 我們講修行就是什麼 能言經叫我們 舍事用根 舍事用功到最後 功夫成片 那就以後就能夠達到根不入塵 這個時候就是剝弱觀照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們講 肆饒不見 輕饒不聞 這個是什麼 那是 盡智雙鳴 能鎖雙亡 就是 唯是一心獻 清清楚楚明白 你是急躁的 就是他沒有能鎖 唯是結代一心 所以悟人 看整個 看整個教室 整整個都其實都是我這一念心所現出來的 是我們自心的境界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入心法就是瞭解 現象就是你心 這念心所顯現出來的 像鏡子一樣 你瞭解 原來大順就是講這個 心法就是講這個 都是我們自心獻出來的自盡境界 那這一講 會這一講說 於是盡 於是盡 受受及受受者不相約 受受受就是我們去領納 受受 領納外面的沉浸 外面的這個 外程的境界 我們一個是 見斌去領納外面的境界 那是向斌 所以說這個受受者 就是領納的見斌 那跟不住 跟不住成 寥寥見 無所見 寥寥 無所聞 能夠一切通達 一切明白 這個就是如同我們《金剛經》裡面所講的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 如來受命 真是菩薩 其實我們 原來就是我們一心 他們離開了我法二支 這個節之性 這個節 每一個人都有 這個節之性在哪裡呢? 它是近虛空騙法界 所以說這個節的功能 所以說我們講說 佛則是節也 佛的近虛是什麼? 如同這個虛空 對不對? 它是虛空 因為叫法身嘛 法身騙整個虛空 法界 因為它有功能性 它有節之的功能性 所以說我們從我們 反覆來講 我們看不到我們的心體 我們所見的是什麼? 外臣的像 我們被這個外臣的像 又把它當作真的 所以說我們 就在這個像裡面 不見性 所以我們眾生跟諸佛菩薩差別就是 諸佛菩薩的見像就是見性 我們是見像就是著像 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金剛經告訴我們 離去諸像記名諸佛 你就知道 十像當下就在我們眼前 十像就在迷霧染境 我們跟諸佛菩薩的差別而已 我們從這裡慢慢地去體會到 大聖佛法的它的真實的內涵 我們就體會到了 因為我們是 眾生是本記的 我們迷了那麼久了 所以現在把它了解的找回來而已 所以說 剛才講的 金剛經講說 真正通達無我法 那自自 我是沒有啦 是一個絕之性 所以說明 真是菩薩 所以菩薩真正做到了 能夠達到 這傳統講的 我若無心於萬物 何仿萬物常圍繞 那樣多自在 他不需要離開這個我們世間 知道世間是假的 他不需要像這個外道 有時候 他是要到山上 到哪裡去修行 不需要 菩薩不需要 所以菩薩不離世間解 他知道 一切境界都去虛幻了 是我們心變現出來的假象 他能夠做到 真正達到了 我若無心於萬物 何仿萬物常圍繞 在任何境界都不動心 所以這個最實際上的道理 是不是要越來能夠 要越深入 越來越深入 自然傲然 原來拔如是 本來就是這樣子 幾下說 無所有境界 離深入滅 自心起隨入分別 到這個時候 你看已經到了 不以萬法為理了 這個時候 知道境界都是自心線的嘛 心自然就會不住 不再攀岩 不往外去攀岩 心就是什麼 急躁著 一往攀岩 心就起了生滅現象了 所以不起攀岩 心就急躁而已 急躁就是我們真心的作用 它不是落入八四五十一心所啦 所以說 心起了生滅現象的時候 那就 剛才講了 起種子起線型 線型熏種子這樣子 往外攀岩 當下其實 不往外攀岩 當下就是空有不好 當下有 當下不離體 所以我們講 現象界 從體性上來講 那就是本體界 身滅現象來講 我們成為現象界 對不對 我們之前都是看了這個像 都是現象界 當現象界 它不離什麼 真如體啊 我們就很清楚啦 當下我們所看的像 它見性的 開悟的 它當下知道是全相繼性 像不離體 性像易如啦 都是直相境界啦 所以對這個道理 常常這樣關關 一直關關關 我們就把它 我們以前的習氣 生滅的 坐在生滅的習氣裡面 就把它慢慢轉過來啦 怎麼樣能夠修行到這 如如不動不齊相 真正的 要瞭解實相之後 就比較容易啦 你看我們講說 大摩主持 傳發給會口大師 對不對 會口大師辛苦啊 在為了要求法 心切 在血地裡面 跪了三天三夜 對不對 要求法 那見了大摩主持的時候 要求法 大摩主持說 大聖佛法怎麼那麼簡單 就是小人小智這樣 簡單就會想求到佛法啊 那麼容易啊 斷臂求法 你看 它決心 斷臂求法 表示它就是最把的這個解釋 大摩主持說 何苦呢 有什麼問題呢 他心不安 大摩主持說 將心來斑如安 你看 心哪來 那個 會口大找一找 欸 心在哪裡 找不到 米心體了不可得 大摩主持說 斑如安心進 你看 心體在哪裡 你找不到啊 他這作用呢 再演藥劍 再耳能聞 再舌能能長 再鼻能秀 再藝能 再真能處 再藝能 再手能抓 這個 都是差啊 都是我們博信的作用啊 現在慢慢體會到 喔 原來禪家是講的 誤了本心之後 一切作用 都是我們博信的作用 吃飯 睡覺 也是佛信的作用 也是佛信的作用 你要擺爛禪吃飯 你怎麼 人家為了怎麼修情 雞來時困來明 肚子餓了就吃飯 累了就睡覺 那徒弟說 師父啊 我也是一樣啊 我肚子餓了就吃飯啊 累就睡覺啊 那不一樣啊 你吃飯的時候啊 這東西好吃就 所以餐飯太多了 都吃了一碗 所以菜 煮得不好吃 那就吃了半碗 那睡覺的時候呢 我一覺 眼間閉就睡著了 一般人都睡覺的時候 一想東想西 兩三個小時都還沒有睡著 差別就是這個地方 一個心能夠放下來 一個能夠做得了主 一個是做不了主啦 我們今天眾生 一般來講都是做不了主啦 經過修情的時候 慢慢能夠體會到 看到我們的心 不再往外攀岩 慢慢慢慢 我們能夠先依這個界 這五界 耶穌我們的心 慢慢慢慢 物質世間的現象 人家在攀岩外面境界 慢慢懂得心能夠躲到近了 慢慢感受到佛法的好處是怎麼 慢慢走到自己受用啦 煩惱越來越少 心越來越 越親近 你才能夠做到 剛才講的 我肉無心於萬物 何仿萬物常為老啦 所以要講 無所有境界 你身住面自心起隨入分別 這個時候知道了 這個境界做自心線的 心就放下來了 不再往外攀岩了 心就急躁了 轉成急躁了 一攀岩 心就起了生面現象 又起了種子 起線形 漸形種種子 不然外攀岩 當下就是空有不傲 所以說 疑似境界 受受及受受者不相應 離所有境界 離開了生住一面 當下就是空有不傲 這就是我們講的前世紀理 前禮祭祀 前禮祭祀 前潞祭祀 前水祭祀 前世紀前水 就是禮祀不好的 水波不好的 就是入了結代了 從相對代了入結代了 所以說 無所有境界 心就離了生住面 這個就是完全 成了我們講 剝弱觀照 轉成了剝弱觀照 叫做 至心起誰入分別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講真正的行無違法 到這裡有時候就真正行無違法 所以 你看 前面講到了 我們出家在家修行 若他能夠了解真正生清這些萬法 知道是幻化了不可得了 這些境界都是夢幻泡雲 知道了 像夢一樣 不可得 像前面所講的夢幻泡雲 焰如揚言 這個旗幟 就是告訴我們這個現象 時日真相 懂得 時日真相之後 不再往外攀岩了 不再往外攀岩的時候 心無所住了 無助真心就現前了 無助真心現前的時候 就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他有直接的妙用 那就是我們講了 一接觸 這是什麼 一攀岩了 一接觸 就是 噢 不像 那就變成落在心意識了 那落在心意識的就是生滅了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這一講 疑似境界 受受即所受者 不相應的時候 無所有境界 就是離生入滅 那就是用真心了 我們講自心 這一講底下 自 那就自心起隨入分別 這就是剛才講的 是剝弱智慧 一接觸就明白 一明白有 就有他真實的妙用 就是 轉成了剝弱智慧了 用這剝弱觀照 以剝弱觀照 隨眾生分別而分別 自己而分別 入了實相 所以實相 實相 無相 無不相 會講到實相的時候 會比較圓滿 實相 他體性是 沒有真實相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 無不相 所以 無有 無所有境界 就是 這個 萬把皆空 我們講說 無所有境 就是萬把皆空 那儒 這個儒 就是 離生入滅 正真儒 所以說 那就是自心起隨入分別 就是我們自心中的本傑之智 起了 我們講 我們講 能觀自本傑的這個智慧 起了這個後頭自的觀照 變起了觀 就是能夠觀 能夠隨入一切境界的這個政治分別觀察 建入佛制 能夠隨入分別 我們講 分別就是不分別 為什麼講分別就是不分別呢 不住了嘛 那不住的時候 他不會弱入心意志 看起來有分別 他內心是親近的 在六祖大師講說 分別也非易 那就是 分別就是不分別 他有體有用 他能夠隨入世間的分別 好 分別自己了無分別 你看佛 能夠 到天上 他能夠隨天上的分別好分別 你看佛講法 在我們這邊 你看他 出門都是 他沒有騎馬 對不對 孔老佛子還是騎馬 他用走的 你看他 那佛陀 到哪裡 到天上 你看這邊 看起來像 到天上的時候 他講法就不一樣了 你要天上的宅歌宅舞的 我們這邊 裝圓像 不一樣 所以說他就能夠隨眾生的分別好分別 自己內心的親近 那就隨那個 建議眾的一個方便 他不會覺得說 跟我們人不一樣 對不對 到天上的時候 又跟天人不一樣 所以說 故能隨入一切境界 能夠達到這樣子 你看這裡 就是我們前面 這一講的 能夠 那些境界 知道是境界 是這樣子 他能夠 他講 自興起 隨入分別 也就是這一段 就是講的 就是 你看 就是 內外 心陷妄想 知道是前面都是 西方的 都是內外 就是心陷妄想 無視虛微 你看 離開了這個 不離自興 都是 看起來這個都是 虛微 都是假的 但是不離你的自興 對不對 那妄想 因緣滅的時候 滅盡的時候 滅盡的時候 那妄想 說所說 其實說所說 就是我們正念心 能說 能觀所觀 也是正念心 那在 作用的時候 大家看起來還有能所 能所也是我們正念心 作用 建立之葬事 以及 這個 視盡 以及 視盡界 受受及所受者 不相應 跟不入成 不以萬法為理 無所有盡界 離 他是什麼 離身住面 都這麼 自興起 隨入分別 那就 波落智慧 也波落智慧 所以說我們大乘佛法 其實 重點在 波落 因為我們 度眾生 沒有波落智慧 我們就被眾生度了 所以 波落智慧 你知道 靜界是假的 是我們 自興獻的 所以說 我們在 靜界裡面 把它當作 使有的時候 我們方便入 波落智慧 所以我們 觀空 離相 不再 著相了 這個見相 當下就轉成 波落 觀照 好 我們 先休息個十五分鐘 好 各位導致我們再繼續 我們看這個 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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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月的 第二 三 四 第六行 大會 這個地方 上面 經文裡面 是在 三十四月的 第四行 我們 來 直接看 經文 大會 大會 比菩薩 不久 當得 生死 涅槃平等 大悲 巧 方便 無開 無開發 方便 大會 比於一切 眾生 皆悉 如患 不情因緣 遠離 內外境界 心外 無所見 次第 隨入 無相處 次第 隨入 從地 至地 三內境界 解 三界 如患 分別觀察 當得 如患 三面 助自心 現 無所有 得 助 剝肉 波羅蜜 舍離 彼身 所作 方便 金剛 意 三摩地 隨入 如來生 隨入 如如如化 神通自在 慈悲 方便 既足莊園 整入 一切 菩薩 外道 入處 離 心意意識 是菩薩 見次 轉身 得如來生 其實 我們看這個經文非常深 他講到了 通通都講到了 十項 入十項的 這個境界 我們 我們 這裡講說大會 我們看大會 比菩薩 不久當得 真實捏盤 大悲 巧方便 無開發方便 前面講的這項出家修情人 跟在家修情人 假如 他們都能夠 了知 身心世界 是幻化 不可得 這些境界 就是像 如夢幻泡影 如玉如電一樣 不可得 得不到 知道 因緣有自信空 他們能夠 深達此理 能夠了解 宇宙萬法是真相 這道是空 無相 那菩薩他們都是 根層皆處 能夠不攀顏外面的境界 心能夠如如不動 好能夠趁信啟用 前面幾文講的 宇室境界 宇室境界 宙宙即首宙 是不相應的 也就是根不入成 不會去再攀顏外面境界 所以底下說 無所有境界 離身入面 日心起 隨入分別 能夠趁信 起 無功用行 就是行無違法 能夠趁信啟用 行無違法 我們成為 無功用道 至心隨入分別 就是隨順真心的妙用 也就是我們古德講的 率性雖道 這樣的修情人 佛陀告訴大會 大會 比菩薩不久當得 生死涅槃平等 生死涅槃平等 佛陀這樣的修情人 就是菩薩了 現在 我們接著要說明就是 明 這個佛法正義 一樣接著 一樣 所以 我們只是 這樣的方法 知道 因緣有自信空 知道是緣起信空的 不可得 煩惱一來 放下 不要再執著了 放下 身先世界萬法 我們講 放下 萬元 真心 啟用 那就是跟 佛法相應 佛說 這樣的修情人 稱為菩薩 那菩薩 我們稱為菩提撒躲 也就是我們講的 覺悟的有情眾生 也就是我們 常講的 追求 無上大道 無上大道就是 不著空 有 空有不住了 這念心 這念心啟用了 就是大道 我們就著有 自然自治 自著空 讓我們知道 這空有不住了 其實這念心的啟用就是大道 也就是明心見性 側悟本性的眾生 這樣的菩薩 不久 當得生死涅槃 平等 可以講很清楚 我們要知道生死根本 煩惱就是生老病死 這個涅槃就是我們講的 得到了究竟解脫了 真正得到究竟解脫了 真心沒有一點煩惱了 所以涅槃也可以說 一切功德圓滿 我們貪生之的火極滅了 一切功德圓滿 一切煩惱都是極滅了 自信功德全部現前了 所以這個就是涅槃 所以涅槃就是 究竟解脫 必竟大樂的意思 所以我們修行大聖佛法 如果我們了解一切真心世界 都是幻化虛假的 不再攀岩了 又懂得以這個六度萬恨來修行 所以比菩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平等 因為我們身心本來就是涅槃相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有苦樂優許捨生命的變化 因為是我們攀岩嘛 我們攀岩 攀岩外面境界 順著我們的境界 我們也生起了這個歡喜喜跟樂 那膩了境界的就生起憂悲苦惱 不順我們的 我們也生起 不順也不膩的話 就生起了這首色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遇到順境的時候 我們就起貪稱痴啦 逆境的時候我們就反抗啦 起稱慧心啦 所以我們的心 永遠都在生命變化裡面 就把我們本來 我們自信本機的腸肉 我已經清靜 安詳 自在的 就被我們的生命現象蓋住了 不能顯發出來它的妙用 所以菩薩知道這些身心世界都是虛幻的 都不知道 身心就安定了 所以真正的禪是什麼 心安 心能夠安定的 就是真正的是禪 禪就是佛心嘛 所以 菩薩知道這些身心都虛幻的 都不知道 他自然就心安自在 心安定了 他就看到了 我們講 吳祖恩大師所講的 儒儒之心 即是真實 儒儒之心就是 本來他是 不成生命 像鏡子一樣 造性 從來都沒有生命過 生命是造的像 我們有看到 鏡子所現出的這個像 那像會變化 變化 他造的功能 他永遠都不會變化了 如果我們不去禮納外面沉浸 那造跟像 它是 什麼 體用易如的 造就是很像體嘛 像就是它有像跟用 所以體用易如 那這樣的話就是 生死捏盤 它不是 就是一件事了嘛 所以說我們講說 從我們奧法裡面 生命法裡面 我們很難體會到 那生死捏盤怎麼是一件事呢 因為生就是生 生死就是生死 捏盤就是捏盤 水跟鋁是一件事來做比喻 用水跟坡來做比喻 用水跟坡來做比喻 你就知道了 坡就是生死嘛 捏盤就是水嘛 水坡是一件事情嘛 我們用從這邊去體會 這是一件事的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覺得有生死 就是我們總覺得 這個生死是我 其實這個六層的圓影像是我們自信像嘛 總覺得沒有這個生死我就死啦 有這個生死我在活著啊 如果我們真正誤了萬把唯心的道理 豁然我們就瞭解 現在所看的一切境界 原來不是我們眼睛在看的 是我們的心借著眼睛的作用看到的 我們聽的聲音也不是我們耳朵在聽 是我們文信所選的 所以這件心是它是極照的心 就是極照作用 它是清淨沾染的 六祖道是在禪經裡面也告訴我們 我們的心是什麼 原明常極照 極照萬事萬物 一切通達一切不然 這就是我們本來心的作用就是這樣子 那是我們真心的作用 那是我們真心的作用 當時我們自信的作用是什麼 它極照的清楚明白的時候 馬上攀岩 那速度很快的 這是我們眾生的習氣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字都是旺 我們講依真喜旺 不期望了它當下就是真了 所以真攀岩了就變成旺了 變成煩惱了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了悟了一切 身心世界萬法 幻化不可得 這樣就是明心漸進的菩薩了 它就不久 就得到正的生死捏盤平等了 你看這佛獸記得 因為我們自信本來是親近的 自信本來是捏盤向的 因為我們起向了 它還受染了 心心它本來是什麼 靈熬空 空熬靈 它本來就是不受一切保的 它是不以萬保為理的 真心簡單講 它是黏不住的 隔壁條 那世心就是會 這個好 這個喜歡的 那是會黏住的 所以真心它本來是無住的 所以我們稱為無住真心 它本來就無住 只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奧語 那世心去攀岩 那是真的 把它當作真的 那是忘心 所以說我們所住的 也不是真的 所以金剛軍告訴我們 住即是非住 是忘住奧語 你執著就是忘執著奧語 簡單講的這樣 因為它是空訓的 所以說我們 依真其妄忘心去攀岩奧語 其實都是空訓的 當體沒有實體 當下沒有實體 不是真的 也得不到 要得也得不到 所以我們真正知道 近上講 五運本空 六成非有 非有 對 知道這個實在是沒有一法可得 那一定就可以得到了 正得了這個 生死捏盤平等 衝衝放下了 生死捏盤都是一件事情 是平等 所以 對 底下說 大悲 巧方便 大悲巧方便 就是 我們常講的 四射法 以及這個 四無量心 四射法跟四無量心 當我們 越親近了 心越親近了 那我們就會發現 眾生跟我們的結性 是同個體性 同個結性 結性是平等的 眾生的不一樣 就是 只有是那個 執著的不同奧義 齊氣不同奧義 每一個的結智性的作用 通通都是一樣 金剛經講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是明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所以我們會 就會 爭取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他自然的作用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就是我們 信德自然的流落 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他為什麼不為什麼 他說慈悲 他不知道我要慈悲 不是 他信德本來就是 記住這個 剝弱智慧跟大慈悲 那信德就是 自然的流落了 那就 他就以這個 事無量心 慈悲喜捨 慈就是我們講 以樂 悲就是拔苦 我們講 拔眾生的苦 那菩薩 他遇到 比我們好的 他也希望 他能夠更好 比我們不好的 他希望去幫助他 那我們眾生 這個 有量 這個心 不是無 無言大直 他是有量 所以有時候 逼我好的 我為什麼要幫助他 他逼我肩 逼我好 不生極度都不錯 我們眾生是這樣子 那菩薩心是不一樣 或者心是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眾生是開始 尋有言辭 菩薩所尋的 是無言大辭 所以他的悲 是無量的 我們是有量的 有限量的 那喜是什麼 喜就是眾生能夠 讓眾生能夠 禮苦得樂 眾生能夠 禮苦得樂 他歡喜 舌就是 能三輪取空 所以他不知 他不只有不知的下 他能化為 本片式 三輪取空是化為本片式 也就是我們 自己應該做的啦 做的事啦 那用這樣的來修 事無量心 以這個 事無量心為基礎 來行四色法 不思美語 力行同志 不思 像我們講 色身相位處法 來不思 像我們講說 行四虛談 我們講世界虛談 來讓眾生 身歡喜心 來 接引他 入佛法 所以我們講 先以一勾千 厚令入佛志 就這樣子 哇 修其佛法都好啦 能夠怎麼樣啦 能夠 發財啦 就先以利勾千 厚令入佛志 那美語就是 能夠讚嘆他 讓他生歡喜 你看 他不是啦 哎呀 你說功德無量啊 對不對 讓他能夠增長菩提心 同事就是跟他一起做一樣的事 像菩薩 你看 要度灰道大哥啦 他說不能當一個警察來度他 他看到警察都跑掉了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一樣 跟他同樣的 做同樣視線 跟黑道 黑社會人一樣 他也會吃檳榔 也會抽菸 也會有槍帶槍的 但是他叫他 種 我們講 我們講說 那個道中有道 你這個道 你還有道 他是跟他同志 叫他道中有道 現在是壞人 抽人家的東西 被人家發現了 你看 我們講說現在是道中無道 把抽人家的東西 這邊還要把人家殺死 對不對 菩薩叫他道中有道 從壞人提升 做一個正常人 慢慢變成一個好人 再變成一個君子 然後能夠變成了賢 然後到了聖 成聖 所以為什麼他要跟他同事 就是為了他要接引他的教化方便 讓他能夠 可以入佛制 所以 我們常講 佛啊 佛不是只有佛 佛可以入魔 我聽到佛可以入魔 很恐怖 你看他可以入佛可以入魔 入魔是什麼 他不是在那邊 那個那個叫魔王這樣 他是入魔是教化那個魔子魔孫 他不是入魔是教化他 那佛要怎麼教化 他是跟他一樣 他是教化他魔子魔孫 所以佛能夠入魔也能夠入魔 讓那個魔主魔孫 能夠出離魔界 最後呢 也能夠成就補體啦 這就是同事的意義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剝弱智慧 沒有剝弱智慧的時候 你想要度他 你自己先被度了 自己會這個污染啦 自己的定力還不夠嘛 最後 連自己都墮落啦 所以我們講 販毒 販毒要 要 要 要抓那販毒 自己要在那個 那個毒品裡面附近 你看他這樣子 你好像自己還裝著 再抽 跟他一起 你才能夠發現 這毒品的來源 這菩薩他有定力 他有剝弱智慧 他才能夠 顯現這一個講的 其實這講的 我們這個 這個大悲巧方便 以四色把 四無量心來幫助眾生 所以這個都是要 要自己的定律夠 你看像我們講說 這個元初教的 初初的菩薩 他是唸不退 達到唸不退 像 這樣子 這樣子 有定律的 他可以視線國王 在任何菁界他都不會 不會動薪 當國王的時候 那錢是都超自在自己 很多利益他自己 他不會貪啊 對不對 他說利益中生 那我們現在 凡夫來講 看到一點 一點利益的時候 自己就用很多方法去貪 貪圖自己的利益 你看 我們所看的這世間的政治 對不對 現在媒體報導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要達到真正的 當國王 能夠成為這個 真正的這個 權利的 有權利的 最起碼就剝落智慧 定律要夠 所以我們常講說 人在官場好修行 幫助眾生 但是一樣啦 要墮落也是很快啦 你貪污了 哇那眾生 你貪污了一點錢 那是全國人民的這個 這個血汗錢 煎出來的 你欠多少人啊 所以這個同事 就是有這樣的意思 那 力行就是幫助他 我們講說 像西雲大師 他所教我們 給人信心 給人方便 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 希望 這就是屬於力行 幫助他 讓他喜歡 他就會 一起來 學習佛法 所以這個 我們以這 四無量心 行四色法 這就是 這講的 大悲巧方便 那底下說 無開發方便 前面是講 大悲巧方便 它是 這個字還是 還是有座義的 還是有座義的 你看 尋尋善佑 對不對 那就是行有違法 那這裡講的 無開發方便 那就是行無違法 我們講 無公用行 能夠 那無座義 行無違法 行無所求 菩薩 那 菩薩度眾生 是無開發方便 完全 就是行無違法 這是 我們剛剛講 信德的流落 他沒有希望 將來 渡這個 將得到什麼 果報 對不對 像 彈金 你看 彈金獎裡面的 這個 是我們 達摩祖師到 中國來的時候 第一個 見到 梁武帝 對不對 你看 梁武帝 我們在禪金的講很清楚 因為梁武帝 它是我們中國的 大副法 它 大副法 這副十佛法 所以 他 他見到 那個達摩祖師的時候 兩文句就說 正一生 造勢不知 共生不知 受哉 以後功德 你看 大摩祖師說 十五功德 他弟子 未達此理 願和尚為說 那是也 十五功德 他一樣 勿於先生之言 我們不要懷疑 這個過去的先生 他所說的話 說五帝心學 不知正法 造勢 共生不知 色哉 名為求福 不可以 將福 變為功德 那功德是什麼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那個 詩佑曰 見心 什麼指的 又說 見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無至 常見 等性 真實妙用 是名功德 所以說我們要講 你念念都知道 我們這念佛心的作用 你看到了沒有他 沒有這 都是我們這念心的佛用 都是我們這念心的作用 這個是真正的功德 心親近的 不再判言了 名為功德 這是六大師在禪經告訴我們的 常見 自信 真實妙用 名為功德 那內心謙下是功 外形與理是德 自信建立萬法是功 心體 離念是德 那不離自信是功 念念都是不離自信 所以說我們所看的 像 我們所看的這些像 像像不離自信 都是我們這念自信所表現出來的 所以應用 無然是德 所以 若密功德 把身 但依此作 是真功德 真正的功德 真正的功德就是放下萬元 身心親近 自信的流露出來 而不是只有這個做這個很多的善事啦 換來著 所以金剛經講 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 凡聖都是平等的 人人本記者 所以這一講 無開發方便 這個就是行所謂的無違法 真正的菩薩之行是行無違法 那就是我們信德的流露 它是本分式的 簡單講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悲心 大悲心的流露 我們自信本記者 所以從前面的這個大悲巧方便 到這裡的無開發方便 簡單講就是什麼 進階的提升 提升 提升 也就從無違法入了 從有違法入了無違法 我們再看底下這個 從今本想是三十四月的第五行 第二條段 大悲 比一切眾生皆稀如患 不情因緣遠離內外境界 心外無所見 次第隨入無相分別 次第隨入從地至地 三內境界 且三界如患 分別觀察當得如患三內 接著佛陀又告訴大衛菩薩說 比一切眾生稀皆如患 這眾生 不是指光指我們這個友情的眾生 因為眾生我們稱為眾言和和毫生 我們這根深世界萬法 內根深外世界全部都是我們眾言和毫生的 所以為事來講是依他起信 他是依各種因緣條件 集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一講 比一切眾生稀皆如患 不可得 因為四所言四所變 都是變見出來的 不可得 這就是如同元節經 我們元節經我們說明過了 也就是第二位普賢菩薩章裡面所講的 知患既離不作方便 離患既結也無見次 這是正入的境界 這不是還有觀照 這一切境界都是如患的 這是還在觀照的這個 還有 還在還有 我們講說還沒有禁至未亡 能觀之之所觀之禁 還沒有雙亡 還在觀照的範圍裡面 那這個知患既離不作方便 那這個知患既離不作方便 離患既結也無見次 那就是沒有觀照 那是正入的境界 所以說到了知患既離不作方便 我們是有作方便 到了菩薩是不作方便的 他不期觀的 所以 你看他的 我們講菩薩是妙觀 妙觀就沒有能所啦 他念念 牛肉說佛肉涵 念念跟空心相韻 我們成為這樣妙觀 他不是有能觀所觀 我們現在 剛剛開始觀的時候 都還有能觀所觀 其實到了這個 剛才講的 言言結經的普遣普詐 知患既離不作方便 離患既結也無見次的時候 那是正入的境界 他是離了結關 已經達了離了結關的境界了 這是簡單講 這是 破根本無明的菩薩 法生大事 本聖真如的法生大事 底下說 不情因言遠離 內外境界 心無所見 心外無所見 就是不情因言 就是不假作官 不情因言 不假在作官 像言言結經第一章裡面的 文書章裡面所講的 知識空花 既無輪轉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 悲作故無 是本性無故 言言結經我沒有說明過 到了這樣的境界的時候 到了這樣的境界的時候 離了三界生死 走到解脫了 已經解脫了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盤印記事說 那記事說 我若無心於萬物 口榜萬物常圍繞 就如同這樣 不以萬法為理的境界 所以當下就是這種境界 所以說 不情因言 就是不作假官的方便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無功用行 這是自然離開的內外境界 內外達到內外易如了 也要說 心外無所見 這是我們講的 唯視自心 波多智慧啦 所看的 通通都是我們波多智慧 所選拔出來的 你看這些境界 其實都是我們 自心所選拔的 所以我們 先慢慢起位 從心地版面來講 我看的都是你的心 也就是 在前瞻檢 我們講這個 我們前面講的 任元經講的前瞻檢 就是物本心 通通是你的心 外無無相可以建立 皆是自心生萬種法 通通都是我們這念心 自心所選拔出來的 也就是六祖大師講的 他體性的 本來無一物 何處者塵埃 讓我們這念 無相空極的心 空主來仗 這念空極的心 在我們六根門頭 他能夠顯發 他能夠看到我們三河大地 包括我們的根深世界 就是我們講的 任元經講的 任元經講的 不空主來仗 他的功能 那不空主來仗 也是依空主來仗 他的作用 因為我們的自信 既足萬法 好險人身萬法 心上講 心身種種法身 心面 那就種種法面 整體維持我們自心線 好以 所以心外無別法 所以這一講 遠離內外境界 心外無所見 誤了這萬法為心 深入一心三地裡 一心三地裡 地空 地甲 地中 當下整個境界 就是地空 地甲 地中 從體性上來講 他一空一切空 從現象來講 一甲一切甲 他中道來講 一空一切空 一中一切中 所以說 空 來講是講體大 我們空如來仗 是講體大 片一切處 顯現出來的像 體大我們講 這是法身的 向大我們稱為剝弱德 用大我們就叫謝多德 也就是我們自信的 本祭的三德祕藏 所以知道他能夠 深入我們的一心三地裡 入本心 所以福薩跟神接觸 當下就知道這幻化虛假 如空中花 空花是走不到了 這個在真燦大師裡面 在心心裡面就講了 夢幻空花 何勞一把抓 所以講 心外無所見 這些都是我們心性顯發出來的 所以說他們真悟的主持大德 他們都相應量都是一樣的 跟諸佛菩薩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要知道 我們眼前所看的這境界 不是實有的 是真空妙有 不是實有的 因為我們每天在相對法裡面 相對待的力量非常強 所以我們不斷的熏習實相 的力量比較弱 你看我們每天都在生活在相對法裡面 我們現在一天熏習個三個鐘頭兩三個鐘頭 那力量非常弱 像莫學從澳三十年一直熏熏熏熏熏熏熏到最後 那力量越來越 那煩惱越來越 那煩惱越來越 越感受就是這樣子就是這樣子 那個 那感受的那個那個 那個味道才會出來 你看我們煩惱 你看多堅固啊 有人講說金剛是比喻煩惱 也有人講說像金剛那麼堅固 所以這一講 境界其實都是自心顯現 都是希望不可得 我們明明看到有怎麼會不可得 明明就是有 所以我們要常常熏大正的教理 不斷的熏不斷的熏 因為我們講 我們都在能所相對裡面嘛 我們喜歡的東西在 社會那個很生意的人 不斷的開發 讓我們哇 很喜歡 所以說我們成為大社會 就是大攘剛一個 所以說 如果我們沒有很強的這個 大盛的教理熏熏 我們就很容易在世間 把裡面再打轉了 雖然我們熏熏大盛的 但是 在世間法裡面 大掌剛裡面 我們 這樣轉不出來 不斷的熏熏 常常這樣關照 這樣關照 最後 你看轉不出來的時候 煩惱抑救的時候 那最後就是什麼 退道心嘛 來也是一樣 那不如我去遊山玩水對不對 那有錢到國外去走一走 變成這樣子啦 那很可惜啊 人生難得 真的很可惜 這是莫學的一點點經驗 就是這樣 因為莫學早期就是 喜歡到處去玩 你看一年 到30年前的一年要出國兩次 對不對 古叉大陸的地方 也跑了十幾個 十幾個神 你看 島期的那個 那白馬寺也去過啦 對不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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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會帶我們去耶 很微妙 但是 因為我們上次 我們去的時候 不跟那個 不跟那個 旅行團 自己去的 公司嘛 順便就是 那個 拜訪客戶啦 其實拜訪客戶的時間很短 都是 遊山玩水 到古叉 所以說到古叉的時候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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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常講啊 那個那一記 對不對 無人無我 觀自在 悲色悲空見如來 印象非常的神 現在到時候還記得 你看 只有幾句話而已啊 他講的是什麼 眼前就是佛國啊 那個 你看 直接了當的 叫你 當沒有分別的時候 通通都 如來上妙真如去 不是眼前就是佛國嗎 以前怎麼想 想不到 就是這樣子啊 去大街 如來上妙真如去嘛 眼前就是佛國嘛 我說說我們要不斷宣啊 宣 宣久啦 以前 聽不懂了 現在 能夠體會到 相應到啦 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教理 懂得 大正教理之後 要懂得在日常生活之中 引起觀照 到了觀照打成一片的時候 能夠體會到 原來 人生如夢 真正 夢 知道了夢 是虛幻的 以後 煩惱就 一來馬上一觀照 就放下來了 日久 一生的時候 那就能夠真正體會到 像 顏結金所講的 自幻距離不錯方便 離幻季節也無見次 能夠達到在任何境界 工身 如果說 工夫比較好的 能夠達到什麼 任何境界都是能夠如如不動 到如如不動不取向那就成功了 能夠達到這樣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說 我們講說這個 像以前啊 你看我們 以前禪師啊 他都很用功啊 像 讓我們講 常慶慧玄禪師啊 你看 他一做 做了 做破了七個補團 我們 連一個補團都 都沒有破啊 以前那個補團 做了好幾年 就稍微 旁邊稍微 那個 那個 那個線 弱掉 他做了七個補團 哇 那做了七個補團 只有有一天 他在撿那門簾啊 門簾 門簾 一打開門簾就開霧了 見到光就開霧了 所以修行就是 要有這個 長眼的這個 燻起力量 我們講 信上講 就是從鑽木起火一樣 你看 以前鑽木起火啊 沒有火啊 都要用鑽木啊 你一停下來的時候 你快要火 快要 快要生火出來的 一停下來就 那個肉氣又沒有了 就生不出來了 火就生不出來了 所以我們一樣啊 不僅要 常常訓習這個 大聖的教理 波動的大聖 波動的教理 我們還要在日常 生活之中 能夠起關照 日久公升 煩惱就越來越 越少 心就越來越親近 最後能夠延伏 我們煩惱 才能夠做到 這一想的 心外無所見 這不容易啊 短短幾個字 底下說 次地隨入 無相處 次地隨入 從地至地 三昧境界 這個 次地隨入 就到了這 原教初住 別教也就出地以上啦 因為 三賢位的菩薩 他還有這個 節觀在啊 所以你看到 唯士協的 叛教來講 那唯士講 就是這個 見到位的菩薩 他要以根本字 觀空 後頭字 觀俗 最後達到真俗等觀 他還有這樣的節觀 所以還有個觀行 一直到這個 八地不動地 這時候根本字 跟後頭字 能夠延融啦 這時候才能夠達到 根本字 最後頭字 是一件事情 達到這個 理事無外的境界 這是從 唯士節的角度來講 所以這一講 是從別教來講 這一段 這個 不情因緣 不情因緣就是 遠離內外境界 心外無所見 這是別教出地的 言教出住 不謂的菩薩的境界 他們才能夠做到 無功用行 這樣的 入聖位的法神大志 達到念不退了 在這之前 他還有中觀節觀在 不像我們還用對字的 他們是輕輕的一照 就放下來就可以 所以如果 是別教的出地以上的 他們就能夠遠離內外境界 心外無所見 能夠隨入無像處 無像是什麼 就是 不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講實像 實像 無像 無不像 不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說 無像 入無像處 也就是簡單講 他們能夠開佛眼 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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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教的出地菩薩 破一分 根本無明 他就 正佛身 他們見到實相 但是還沒有 能夠達到 究竟諸法實相 所以唯有 佛破了四十奧品 正佛無明 才能夠見到 究竟諸法實相 那別教出地 要破一分 破一分 破一分無明 破一分無明 那就是 分正諸法實相 知道一切之空 得不到 所以直接講 次第隨入 無像處 這個隨入 無像處 就在一切境界 能夠寥寥分明 清清楚楚 能夠隨眾生的分別 和分別 自己 伏其捨 他在任何境界都是一樣 一點都不會執著 在我們人間 他能夠隨我們人間的喜怒哀樂 隨眾生的分別 他到中國來 隨中國的喜氣熬生活 他到美國 他可以順美國人的生活 熬生活 他到哪裡都能夠隨順 所以這一個 其實 他的生活到哪裡都一樣 心都是一無所住 他到天上也是一樣 他到天上的生活 熬生活 所以這一個講 次第隨入 無像處 無像 無像 好像 他到地域也是一樣 在地域中 能夠隨著地域的環境 能夠接引 地域眾生 像地藏王菩薩 對不對 在地域能夠接引這個地域眾生 他內心是親近無像的 第一像蒙火 那麼熱 我們到那裡去 那也是 哇 好苦 苦不堪圓 對不對 那地上菩薩在那邊 內心是親近清涼的 他把第一的 看了第一的 油鍋油炸 看清楚楚楚明白白 對不對 那些的這個 那個那個行 那個 酷行 他都內心都 一切不展 一切親近無像 如同我們常講的 菩薩 之樂就是 無上菩提皆法樂 無上涅槃極樂 他都是這樣子的 菩薩 這樣的 次第隨入無像 無像處 度化眾生 沒有障礙 這不是他故意去做的 他是行無違法 這是次第隨入無像 這是我們講的菩薩 除變異生死 那智慧呢 轉換了 不斷的提升 不斷的提升 無像不是什麼都沒有 也就是 離像了 不住像了 他有剝落智慧開顯了 有了剝落智慧 當然就沒有障礙了 我們再利用幾分鐘 我們看 次第隨入 自第 隨入從 第自第三昧正境界 所以講次第就是 從初第奧第三地 一直到了十第 然後等節廟節 這是從初第到十第等節廟節 各個所正的 就如煩三昧 這種定會一體 三昧正定正受正樂 這個一地一地 它都不一樣的 每一地都不一樣 所以這一講 次第隨入 第自第三昧境界 三昧就是正定正受正樂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境界是 心形楚滅 原有道斷 這種樂 不是我們世間的管甘算的這個樂 在六祖道在禪經裡面講的 此樂 吾有受者與不受者 我們世間的苦樂 是相對代的樂 那它是生滅的 那極靜生滅樂 就是不是我們世間的感官上的這個樂 它是我們自信的把樂 把喜 自信安詳自在 信經講說 吾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捏盤真正的大自在 這個信經裡面所講的 一種平懷性 閩然熬自見 它沒有能受跟所受 我們講 如人飲水能染之之 自己清楚 所以這一講 次第隨入 第自第三昧境界 各個同樣的編證實相 各個所證的真淺的靶味 智慧不一樣 我們擠 擠啊 以前 我們以前老師 他擠著 用這個比喻 像我們吃甘蔗 吃到尾巴的 也在甜 尾巴也是甜的 甘蔗味道 比如說這個是出地的 他的感受是這樣 到中間的 哇那個味道更甜更香對不對 那就是比喻 哦這個就實地的 我們從這樣的比喻 所以說這個部分 因為常常熏習 熏習久了 我也會比喻 我們以前 我們檢老師所講的 他用這樣比喻 以前比喻蠻受用的 用吃甘蔗來做比喻 這就是這一講的 赤地隨術 智地三昧境界 乃至這個 智這個 智地三昧境界 就是我們的 智信的常樂我境啦 就是我們的智信的功德啦 功德法許啦 我們時間超過了 底下說 解三昧如幻 分別觀察 當得 如幻三昧 好 超過了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留下個星期來做說明 所以說你看我們修行博法 真正的 到了我們 跟十相相應了 你看 那麼殊勝的功德 那麼自在 所以我們執著這世間的這一種的 這一些像 執著他 古德告訴我們 眾生只為了一粒米 撕掉了大糧腸 我們執著世間的這一種的 財富啦 這一些的 這個 一點點的像米一樣那麼小 撕掉了我們 自信所 寄的這一些的功德 你看這功德是我們 恆沙妙德 好 我們一起 和長的功念回向記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存佛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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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